哈喽,大家好,我是乌鸦太太 你们这周过得好吗? 不知不觉今年也过了四分之一 一下子就过了一季 常常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每天日复一日的日常 一不注意时间就这样流走了 拍影片跟大家分享的习惯 也在不知不觉中过了半年多了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在社群网路上 经营账号的经验跟习惯 也没有想过这个频道 会让我坚持这样一段时间 没有太大的报复 单纯抱持着学习新技能 跟佛系分享的态度 反而在过程中让我遇到了你们 也很庆幸自己开始这样的行动 跟坚持这个习惯 也惊觉习惯跟累积 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而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 之前在影响我简单生活练习 重要的一本书的影片中 有提到的一分钟原则 蛮多人陆续在影片留言 跟Instagram上都有私讯我 说自己很喜欢这个原则跟想法 所以目前实行到现在 大约快一年的我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实践 还有算是一些已经养成的习惯 跟进阶想法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懒人 或是在做任何事 最难的都是起头的那一步 对于减少生活杂事有兴趣的 就一起跟我来看看吧 我的简单生活练习 生活减法60秒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在一分钟原则的运用 其实除了想分享自己的习惯 主要也是有点好奇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运用上 有些不一样的场景 跟使用习惯 所以如果有开始实践的朋友 也欢迎留言 分享你的方法给大家哦 我自己发现 家里最容易堆积的家室 分成几类 第一个是没有归位的杂物堆积 再来是在原位弄乱 没有整理的区域 最后是需要重复清洁的空间 如果可以把一分钟原则 运用在这三个部分 我自己发现 需要后续处理的日常家室 会减少很多 第一个是最常见的 就是没有归位的杂物堆积 也是我这一开始实行时 觉得最有感的 就是随手收水杯 之前在减法生活的 第一支影片中也有提到 我有一个坏习惯 不管是休假或是平日晚间 在家的时候常常觉得需要放松 所以很多小事 我常常都有一种心态 先放着 待会再一起做就好了 但也常常因为这样 很多小事就累积成了一件大事 因为想开始减少整理跟打扫的时间 就从日常最常碰到的收水杯开始 一开始因为不习惯 需要常常提醒自己 或是已经起身了 还要折返回去拿 不过大约过了一个月 这个习惯就开始养成了 现在反而起身没有拿东西 还会有一点不习惯 除了把水杯收到榴梨台 如果要整理的杯盘不多 也进阶到顺手把杯子 跟榴梨台里面的杯盘洗起来 也因为这样 老公也慢慢开始顺手收自己的杯子 现在除了晚饭后的时候 基本上其他时间都不会有另外要安排清洗杯子的时间 也觉得好像少了一件日常要做的生活家事 同样的方法不管是没有放回去的剪刀 或是拿出来的运动道具 还有各种兴趣像是植栽的工具等 如果都可以在起身时 利用一分钟的时间顺手收起来 那家里的视觉杂物就不会堆积 在后续打扫的时候也更轻松 再来是我自己之前一直做不到的一个习惯 就是整理床铺 其实床铺上没有整理的被子跟枕头 就像是沙发上散乱的盖毯还有抱枕 都是属于虽然停留在物品该在的原地 却是杂乱的状态 以前早上起床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的 因为我的梳洗跟化妆时间都比较长 所以早上的时间总是觉得很赶 自从开始简单护肤后 因为步骤减少了 不需要等待保养品层层堆叠的吸收时间 也因为化妆品变少了 化妆的过程也更轻松 所以现在起床准备喂猫咪的时候 除了开窗让空间透气 我也会顺手把枕头拍松 之前也说过应老公的要求 现在的床组用的是纯白色的 因为他觉得这样有度假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 觉得白色的枕头拍松后感觉特别疗愈 趁着这个整理的过程 也有一种唤醒自己的感觉 有一种正式起床的仪式感 接着把床铺铺好 才收完去厨房做猫咪的早餐 晚上临睡前蓬松的枕头 跟平枕的棉被 也让人觉得很舒服 对我来说 现在整理床铺跟喂猫 有一点像是一整组的动作 把他们做了一个连结后 比较像是做完一件完整的事情 不会有一种多做一件事的感觉 而透过这样一分钟的练习 去习惯两件事情的连结 不管是早上起床的床布整理 或是看完电视起身 整理沙发上的抱枕 如果这些物品都能够因此 整齐地待在原地 居家空间看起来也会清爽很多 再来是关于清洁整理的部分 之前的影片也说过 我对于打扫跟整理不是很擅长 也不是很喜欢 所以对我来说 打扫一直比较像是日常的一种负担 也因为开始实行了一分钟原则 我自己也开始试着把不喜欢做的打扫 用一分钟的概念来减少需要整理事物的累积 我自己最先做的是关于洗手台的整理 台湾的落成加上这个季节换毛的猫毛 在潮湿的洗手台上很容易堆积 加上刷牙跟洗脸的水渍 洗手台跟镜子就算每周清理一次 还是常常觉得累积很多水渍在上面 不止不美观 清理上也比较费力 所以现在每天梳洗的时候 我都会一边清理台面 等到梳洗完后再把镜子一起擦干 洗澡的时候也是每天洗完澡后 顺手用水冲后 再用刮刀整理淋浴间的玻璃 还有地上的头发 也因为这样的动作 我们的厕所现在除了猫砂需要吸尘 不太需要每周的大整理 其实除了厕所 像是厨房的榴梨台也很适合用这种方式 可以用一分钟内的随手清洁 这些以往要花比较多时间清洁整理的区块 都可以在维持整洁的状态下 不需要另外花太多力气去整理 对我这种不太擅长 也不太喜欢大扫除的人来说 省去很多另外安排的时间 而导致常常拖延症发作的机会 以上就是这周想跟大家分享 关于实践之前提过的一分钟原则 帮助减少我家家室的方式 刚刚提到的三点 就是我自己觉得在日常生活中 对我来说帮助最大的三类事物 利用养成这些习惯 帮助我再减少日常杂物的堆积 保持空间的整齐状态 跟缩短清洁时间的小方法 也因为这样 我跟老公的日常相处也少了蛮多摩擦 因为需要一次整理的事物 跟家室变少了 比较不会因为谁要多做什么 而感到不公平 多出来的闲暇时间 反而让我们能一起做一些 想做的事情 你们家的日常家室有哪些呢 最容易让拖延症发作的家室 有什么呢 或是你利用了一分钟原则 做了哪些改变了吗 如果你愿意 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 希望你们喜欢 我的简单生活练习